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李莉姜 韩式牛肉汤冷面 第二个开箱的是杂酱面 夏天来的嘛 就是会吃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这个也是我在超市里面买的 很久没有吃 一直放在冰箱里忘记了 今天就很想吃面食 Do it 非常完全简单点JPG的冷面就完成 让我来试吃一下 好有嚼劲 好有嚼劲 讲道理说实话还挺不错的 我满心以为今天这个会翻车 你知道吗 没想到还是有点好吃 嗯 酸甜口的 这个时候要是有个可以撸得出来 就更棒了 面很有嚼劲 它那个调料包里面 就有韩国泡菜的味道 韩国泡菜就特别开胃 但这个汤不能喝 有点酸 慢慢没想到呀 完了 没有了 真的我没吃过这种调料包的知道吧 而且它只有两包调料包 倒进去之后煮一下 然后就 蜜汁好吃 哇太酸了太酸了 泡菜加了白醋 汤有牛肉的味道 就想着夏天的话吃这种冰冰凉凉的 肯定会很好吃 这个炸酱面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刚刚那个一样简单 这太过分了吧 这比刚才那个还要少一包调料 这个是面 这个是炸酱 excuse me 这个面跟那个刚才的不一样 这个应该是那种粉面 刚才是荞麦面 也是跟那个差不多 就是浸泡一下之后捞出来就可以吃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开枕 OK 完成 这个不行 这个讲道理 真的不行 它的酱料 确实不如那个冷面 冷面好吃 这个就是咸 跟大家形容一下 你们吃过那种干豆豉吗 就那种黄豆瓣的酱 然后它已经在成为老抽的路上的那个感觉 哇 真的就是一股那种老抽的味道 然后还有豆豉发酵过程中的腥味 不喜欢 我觉得那个冷面 真的好吃 冷面米肉好吃 然后面的话 按照他说的煮了5分钟 是很有嚼劲 但是嚼到后面就发现 只有面的味道 不行 这个很失败 但也不是吃不下去 就是感觉像是没有香油的酱油拌面 哇 讲道理不是为了详细性评论一下 然后来叙述一下这个给我的感觉 我是真的吃不下这么多口 我吃第二口的时候我就已经严重怀疑它是生抽拌面 哇 老个疼 吃一手泡菜冷静一下 我真的没话说 这个泡菜怎么这么厚 这一次存在几个冰箱里面很久的这两包 终于被我开箱吃完了 讲道理我本以为今天冷面会翻车 但是冷面非常的蒸汽 反而炸相面居然翻车 OK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片尾有一个彩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或者喜欢我本人的话 请点击一下关注 如果可以三连点赞 最好可以评论弹幕 分享或者收藏一下 那就更好啦 波比